有没有讲过吗 R R是这个参数 就是他是根据第几栏 那再来的话 其他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部分也可以把它改成 Sheets 1 这样比较简单 就是他有个Active Workbook 还有什么Worksheets这一堆 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 Sheets 1就可以了 Sheets 1 第一个 好了之后的话呢 把这些程式码复制起来 然后呢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快速分类这个好了 这个是这个是比较早之前的 那我们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移除重复的下面 其实刚好 就是移除重复的这个X的上面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 建议各位一定要先做一件事就是先把它注解一下 这个3 排序 刚刚好 之前刚好漏掉一个3 现在刚好补上刚好就是这个是针对排序 这样的话OK啦 我们就是把刚刚录下来 放在这里 这个位置 底下都没动 好那来试一下看一下 这地方看一下OK 基本上好录完之后 然后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先把 旧的先删掉 因为这个只是为了我们刚刚要增加 录制动作 好那这个地方 问题9 从这边开始 一样 直接从 按F8 开始 把它删 这个是删除 所以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是这个地方是删除 删除工作表 删除工作表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问题9 复制一个新的到前面 然后再来 做什么印度重复 清单出来 再来就排序 那排序我们刚好录下来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点C1 不过我 我印象中好像不需要 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key 这个key有没有 就刚好是C1 刚好是 这个sales 这个就是了 所以不需要 然后直接 以他当基准 然后再说的是排序 set range 是你的范围 就是A2到L7 这个范围排序 那 handle 然后match 这些都 不用理会他 然后就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没有 就重新排序了 所以刚刚我们把这一行 这个部分的程式 录下来做放上去 并且加个注解 就可以达到排序的作用了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就是新增工作表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 他们就按照小mi 小赞